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又来到我们生涯研究所的文教频道 我们生涯研究所每一个月都会扮演一些人民广座 这个人民广座会请本地的青年的学者 来分享他们的学问心得 通常会以心育浅出的方式 给大众来参与讨论和观看 今天我们是得到《息息源》的赞助 这个系列我们将会一直持续办到7月 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网页和我们的讯息 我们除了人民广座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新亚学人》的广座系列 欢迎大家多些参加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叫做《武术世界的生成》 是否很吸引 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个恐武有力的青年学者 大家看看他的体型 不知道他是真的有练功的 他是我们生涯研究所的研究员 是浅会大学历史学博士 刘继瑶博士 我们希望他今天能够将他的理性知识 和感性经验结合 来带出我们一个别开生面的讲题 非常多谢刘博士来支持我们 我们以下的时间就交给刘博士 到最后我们有十多分钟的互动 欢迎YouTube线上的朋友 在用文字提问 我们到时就会请刘博士回答我们的问题 以下我将《武术世界》交给刘博士 请 大家好 首先多谢所长的介绍 各位线上的朋友 大家好 我叫刘继瑶 我今天会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课题 就是 《武术世界的新城》 《宗教经验》 《德性修阳》 以及《民族国家》 可能大家对这个题目的一个想法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的一个出现呢 其实跟我一个个人的一个兴趣是有关系的 这种线上形式 其实我是第一次去做的 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其实也有相当的一个紧张 所以刚刚所长介绍我 就说我的一个体型是比较恐慕有力的 但是 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来念一些 其实是很来念的 所以是要有少少时间去适应这个直播的一个 讲座的一个情况 刚刚说到 究竟为什么我会关注这个题目呢 其实跟我研究的一个 或者是我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是有关的 其实我其中一个 会关注的一个课题 就是有关中国思想事 中国思想和武术是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中国武术的一个研究的著作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很多书籍都会说 武术的一个文化其实是很丰富的 是有多元的层次 包含在一起 所以有什么元素是可以包括在武术文化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其实是会有一个宗教的经验 包括德性修养和民族国家 这个民族国家其实我是用一个含义 其实就是一个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含义 但是为什么会用四个字去讲呢 因为我想凑够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 在一个并列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表述 就这个课题 我会想一个问题 究竟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武术世界 作为一个不同的元素的一个综合体 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呢 是否从很远古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是这样呢 还是它存在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就是所谓的一个生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今天会讲的一个焦点就是说 武术世界综合不同的元素的这个武术文化 它是怎么去形成的 所以今天就会分开三个地方去讲 第一就是我怎么去讨论这个历程 第二 这个武术世界的生成 它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名称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最后在这不同的元素作为一个综合体 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讲有关民族国家和武术之间的一个关联 但是我会不会讲得完呢 就很难说 因为我讲话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希望可以尽量可以讲得完 如果讲不完的话 就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去进入这个课题的一个时候 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对于武术有什么印象呢 请问 是否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概念会出来呢 麻烦 麻烦所掌 可能我们讲到中国武术的一个时候 我们就会立刻讲到是戏 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说法的 叫做练武不练戏不秘 好像戏和武术是有一个直接的关联 甚至我们立刻会想到是内功 我们中国武术的一个特色 一个概念 甚至乎是和一些电影会有关系 成为一个民族英雄 我们香港的一个电影产业 其实有很多系列的一个电影 其实都是涉及到这个形象的一个塑造 甚至乎可能大家都会听过的 就叫做以武入道 武是和道其实是有关系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会对武术 我们一讲起的时候 会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印象 基于这个印象的一个了解 我就会问一个问题 究竟这种整体性的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 我今天会讲的一个三个元素主要就是这三个 宗教经验 德性修阳 和民族国家 这个宗教经验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是指宗教团体的练武的活动 因为宗教团体一直都会有一个练武的活动 我说这个宗教经验 其实是一个灵性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练功夫就是练功夫 练武术就是练武术 我们练完武术会得到一个武术的经验 但为何同时会得到一个宗教的经验呢 这件事情是否很有趣呢 就是它怎样诠释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练功夫的同时 我们可以进入了一个宗教追求的一个境界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等人会说的宗教经验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德性修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武术和我们陶野性情 培养自己的德性究竟是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联系的时候 都会马上马上想起一个古人 就是孔子 有六艺之教 是说到蛇的 蛇是和一个德性的一个修阳 是很多不同的中国武术史研究的著作 其实都是会点出的 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古代先秦时候 去访问孔子 我们问孔子 如果我们想提升自己的德性的时候 孔子会怎么回答呢 孔子是会叫我们看经典著作 还是会叫我们去蛇箭呢 所以我的个人看法就会去想一个问题 究竟练武术和培养德性之间的 这种关联的论述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甚至乎是成为一个很有结构的一个体系 第三就是有关民族国家 通过练武去保卫国家 这一层含义其实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所以总括来说 我的想法其实就不是一个很正常人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去翻开中国武术史的一个书籍的时候 经常都会说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 是非常之丰富的 好像在自古以来就会成为一个整体 但是我是比较横皮一点 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不同的元素 其实是怎样走进中国武术的一个世界 也就是换句话来说 中国武术如何去纳入这些不同的元素 从而去构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体的一个图像 不同的元素有非常多 我自己其实是认为会有六个元素 但是我今天主要是会跟大家去讲三个元素 这三个元素在明清的一个时候 它怎样去浮现 在晚清之后怎样形成一个系统的论述 所以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份 就是要讨论角度 就是说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究竟我是从什么角度出发 从什么文献材料去讲呢 这里是有三条材料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这三条资料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中国武术的研究的著作 其实也是会看到的 是经常会使用的 这些材料是说 武术的文化其实是很丰富的 就是除了我们今时今日所谓的一个 积极的一个概念之外 还有是赋予了很多不同的意义 这三条资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被讨论的一个文献材料 我们可以先看第一条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过一个概念 叫做子歌为母 就是说 子歌为母 就是说我们的武术其实不是用战场上的使用 或者不单止是战场上的使用 而是它作为一个方法 是阻止暴力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发生 这个是我们经常听到 子歌为母的一个观念 之后第二条材料 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一个材料 太史公在太史公自罪那里 就是说到 非信念人勇 不能传兵论剑 与道同乎 内可易自身 爱可易应变 君子彼得然 这一句材料 有部份的武术史研究就会说 斯马迁将武术提高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为什么呢 非信念人勇 不能传兵论剑 与道同乎 有部份研究者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 斯马迁将武术 即论剑等同于武术 他认为武术的一个层次 是与道是一样的 他有什么作用呢 内可易自身 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升德性 可以涂野我们的性情 爱可以对应世变 这个我们可以见到的 是部份武术史采用的一个观点 对这条资料的一个解释 然后还有一条材料 就是吳月春秋里面 这一条材料 里面是说到 道有门户亦有阴阳 凡守战之道 内是精神 外是安然 这条材料是经常被使用的 为什么呢 这条材料的经典意义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中国武术的理论基础 以阴阳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出现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汉代这个吳月春秋 这一篇材料里面去见到的 这些不同的材料 我们会经常 正如刚刚所说的 都会见到在不同的武术史的 研究的著作里面 那是指出了什么呢 武术的一个意义 绝非使用武力那么简单 而是它在涵接其他不同的意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都会接触到的一个讯息 我看完这些讯息 我亦很跳脾 我就问一个问题 其实除了这种解读方式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解读方式呢 就是好像我们进去茶餐厅里面 我们除了有A餐之外 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B餐的出现呢 那我尝试提供一个另外解读 这三条资料的一个角度 那当然了 我要说一点就是 我的这个只不过是尝试提供一个 其他解读这三条材料的一个角度 那是不是绝对是所谓的定论呢 不是 是绝对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史学家 就是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先生他的名言是什么 以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 虽然我今天可能的回应是这样 但我明天可能的思想会有一个转变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奇怪 但是至少我认为 对这三条资料的解读 其实可以存在另外一个角度 首先我们要看左邮明的这个文献的记载 是关于子哥为母的这个观念 其实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其实是楚子 楚子是谁呢 楚庄王 其实这一段文献出现的背景就是 楚国当时有套和晋国展开一场战争 最后楚庄王是打赢的 当时他的大臣叫潘党就说 我们这场战争打赢之后应该要怎样 我们要将对方军队敌军的尸体堆积上来 形成一个很有震懾力的一个坐标 叫做金冠 金冠其实是作为一个武力震懾的作用 楚庄王听到他的大臣潘党提出这个建议之后 他又有以下的一个回应 其实我们使用武力并不是为了一个震懾的作用 而是要怎样呢 我们是希望通过武力去制止暴力的发生 去制止战争 以及赋予其他不同的一个意义 去保护我们的一个百姓民众 所以我们会见到 其实子哥为母这句说话的含义 其实是楚庄王赋予给他的一个含义 这个想法是否我想出来绝对不是 其实清代有一个学者叫段育才 段育才在说文解字注里面 其实已经是点出了 他大约的意思是什么呢 楚庄王语以解慕义 就是说楚庄王用他的理念去解释 什么是叫做武 所以什么叫做武呢 我们如果尝试去查甲骨文的原意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旁边这幅图 其实子哥为母就真的是子哥为母 是两个字的组成 上面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哥 哥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兵器 只是解什么呢 就不是停止的意思 其实是解脚子的意思 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拿着武器 就是使用武力 甚至乎是参与战争 所以母字本身的原意 而是解释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种武力的使用 所以去到楚庄王的一个时候 他是赋予了母一个新的一个合意 将这个武力的使用变为 去完成其他更加高尚理念的一种方法 所以段育才在说文解字注里面就会说到 其实这个是楚庄王的一个意见 去解释一个母字的一个合意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留意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本意和一个延伸意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呢 因为文化的一个活力 是在于我们不停地对它作出一个全息的 所以楚庄王有它的全息 任何人其实都可以对武术是有一个全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好 就是令到武术是更加有活力 因为它被关注 关键下一个步骤我们要想什么呢 究竟这种全息和它本意之间的紧密的一个程度 是有多少呢 我们会发现的 楚庄王的这种解释 它没有否定了本身武力应该要有的一个存在的意义 只不过武力使用的存在是为了完成更加高原的一个理想 所以楚庄王的一个延伸意和它的本意 基本上它的关联程度其实是相当大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近代武术的转型 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的 被不同的打造的 它可以成为宗教修行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成为德性修养的一种方法 它可以成为不同的一个元素的一个形式 所以关键就是我们要把它转化的时候 当它转变了 究竟转变了之后和武术本身的本意 究竟会不会出现了一个所谓背反的一个情况 但看上楚庄王的一个存绩 其实它也是肯定武力使用的这一层意义 但只不过武力是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就是要为了更加高原的一个理念 作为一个保护一个老百姓 或者是禁止暴力发生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子歌为母 其实是一个不断被传释的一个概念 去到什么时候会成为具有一个普遍性呢 就是我们通过武力去阻止暴力的一个发生 大致上是去到看待 为什么呢 因为说文解字 它的子歌为母的一个含义 以及班固去写看书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一种的含义 就是武力作为一个方法去完成更加高的一个理念 所以这个就形成一个子歌为母 我们平日去接触过的一个概念 下面这一段引文 就是刚刚讲的太史公的一个字序里面所讲 刚刚讲到有一些武术研究的著作 他会去讲 太史公的这篇文章里面是讲到 论剑是和道是同乎的 它可以作为一个道德修养的一个方法 那究竟是否这样解释是唯一的解读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解释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很重要的 后面有几个字的 作孙子吾起列转第五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的提示呢 因为太史公字序其实是一篇目录学的著作 就是说史记有很多不同的篇章 所以太史公字序这里是讲到的 作为一个简短的摘要去讲每一篇的大纸 主题要表达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究竟太史公是否真是传兵论剑是和道是等同的概念 以及它是可以作为一个提升修养的一种方式呢 那我们就可以翻查一下 孙子吾起列转 究竟司马迁是否真的要流露这种信息出来呢 所以大家上网去打孙子吾起列转 就会看到整篇文章 所以如果有各位同道真的从这篇文章看到 太史公他想要表达的一种信息 就真的要讲兵法和练剑是和道是等同的层次 以及可以作为一个道德修养的方式呢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分享 我们可以再讨论如何去解读的 关键这篇文章太史公他想表达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太史公约的 太史公约那里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不止就不是说孙子兵法的孙子 对不起 孙子不是说孙子兵法的孙子 而是说孙笨 他是说孙笨和他师兄是互相计算的 尤其是太史公是评价吾起的这个部分 太史公说吾起他是主张以德自觉 但是他自己是刻薄寡恩 最后可以说是死于非名的 所以很明显 整篇孙子和吴喜列传里面要表达的内容 似乎和全兵论劍与道同乎内可以自身 其实那个关系似乎不是太大 所以这句话其实可否由其他角度去解释呢 我的看法就是太史公暂住一个愚学的角度 或者他的理念是比较接近愚学 怎么这么说呢 非信念人勇 即是说所谓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德性 其实他和道是有同等的一个作用的 内可以自身 即是说我们可以徒野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 外可以应变 对应世变 为什么呢 道德和对应世变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有道德的人他使用知识的时候 我们相信他们会更加合理 所以这个就会呈现到本身瑜伽的立场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所谓本末问题 由本及末 道德其实就是一个所谓规范的知识 全兵论劍是一个实用的知识 我们先学了或者先建立了规范的知识 之后我们再使用实用的一个知识 所以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那就可以顺应太史公 他在孙子吴喜列传所讲的一个内容 其实他是希望学兵法学劍的人 他希望他本身是有一个德性的一个规范的知识 然后他用这种心态去使用这个实用的一个知识 希望这种知识被使用的时候是会更为合理的 所以这个我尝试去提出对这一条文献 作出另外一种解读的一个方法 然后最后一条就是有关吴越春秋的这条资料 为什么这条资料那么有趣呢 部分中国武术史的研究就是会说到的 我们中国武术什么时候用阴阳作为基础 就是出自这个汉代的一个时候 就是因为这条材料 还有最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武术是建立在阴阳的哲学基础之上 那究竟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这里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以前去听过一个讲座 就是说其实直升机是中国发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明了竹蜻蜓 当然这个想法很有趣的 但是我们要去论证的时候 从竹蜻蜓变成了我们的直升机 这个过程的论述 我们是否应该要展示出来呢 所以同样的道歉 如果我们凭这条资料 我们立刻去推论到 中国武术的一个形成的基础 就是基于阴阳的哲学 而且在汉代的时候 甚至乎已经具有普遍的意义 这种推论究竟行不行呢 这个我会打一个问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次我和我老师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香港的史学界其实研究 或者关注中国武术 其实礼貌一点去说 其实是很小众的 偶有一两个人去关注这方面的时候 我们可否推论到香港的史学界 已经是十分关注中国武术史 中国武术史的研究 已经成为香港史学界具有普遍的意义呢 似乎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这么多个学者 只有一两个可能是关注这个名题 我们怎样可以推论到 它具有一个普遍意义的层次呢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否将吴越春秋这条材料 我们推论到 中国武术理论的建立就是建基于阴阳 而且在这个时候已经具有一个普遍意义 那行不行呢 不是说不行 但我觉得中间是跳了很多个不同的程序 还有我们要讲一个资料之间的互证的时候 如果它具有普遍意义的时候 除了吴越春秋 在汉代的时候 我们还可不可以找到其他的文献资料 可以辅助到解释到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呢 所以这里我就会打一个问号 就是关于武术和阴阳之间的这种关联 阴阳何时走进去武术的世界 而且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是不是真的由汉代开始呢 我觉得呢 和这条资料呢 我会打一个问号 其实是可以在座去讨论的 所以我自己去关注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有三个方面是会比较关注的 一就是武术文献方面 究竟我们去讨论中国武术史的一个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中国武术文献作为一个基础呢 那其实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明清之后 因为明清之后 大量的武术著作是流传 我们可以见到的 那古代有没有呢 古代不是没有 其实是有的 我们去看艺文字或者经籍字的时候 我们都会见到是有书目的 但是出于种种的原因 大部分的书其实已经是散入了 所以我们去留意中国武术的文献的时候 我们要去讨论这批材料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想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谁写这一本书 谁写这一个文献 我们会见到在散失的情况下 但是古代书写武术的材料的时候 更加多的是被文化人去书写的 下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文化人这么少去书写武术呢 等一会我会有一个很好玩的材料 再和大家去分享的 我们就会见到 中国武术其实在古代文化人的眼光里面 其实它处于一个相当之边缘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呢 等一会有一条材料就会和大家分享 第二个会关注就是相关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在功夫论研究方面 因为正如刚刚这个课题所说 武术对于我们后来一个很直观的印象 就会和宗教的一个经验是会有关系 和德性的修养是有关系 似乎它是成为进入宗教领域 或者是道德修养的一个方法 这种方法我们会称为叫做功夫 因为导教也好 佛教也好 瑜伽也好 他们要进入他们的境界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方法的 这些方法现在流行一个研究的方向 就叫做功夫论的研究 所以很有趣的 我们会常见到有关中国武术史的研究会说 中国武术和瑜伽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要看瑜伽功夫论的研究 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 正等于刚刚我所说的例子 我们会说孔子的鹿当中的蛇就是功夫 孔子很重视功夫 将功夫作为一个道德修养的一种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先秦功夫论的研究的时候 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学者 他们会注意到真是瑜伽的理念里面 真是会将功夫作为他们达到 道德修养的方式的其中一个方法 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是相当之有趣 甚至乎我可以说那个 如何形容呢 那个落差是会存在一定的一个落差的 甚至乎我们会见到 瑜伽出名的人物 尤其是去到明末和清初的时候 包括所谓的颜理学派 颜元理工和陆世仪 这些真是会去练武的余生 他们在他的主意中会不会提到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要培养我们的德性 我们可以通过武术这个方法去培养 似乎又好像未去到这个高度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去关注武术史的命题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和其他相关的研究 作出一个参考的时候 或者我们对这些课题是会有其他新的解说的 有一次我和我朋友他是研究佛教的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他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达摩 我就问 其实在佛教的文献当中 有没有提过佛教的文献? 很强调是佛教的文献 有没有提过达摩系会功夫? 甚至乎达摩系会说 练功夫是可以进入了佛教追求的一个领域 他在那里笑一笑之后想一想 又好像真的没有 所以我们似乎是忽略了少少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武术的一个整体形象里面的时候 他和余悉道真的有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是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还是他还是一个被发明被创造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今天的主题 生成的一个过程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就是出土文献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推论也是建立在现有的文献的阶段 可能将来我古武出土之后有批新的竹简 里面有一个材料 可能我们会再找回首博 可能首博会说 道分阴阳、天分阴阳、人分阴阳 武艺亦道之一亦分阴阳也 这样武术和道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很明显通过武术文献的主体就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讨论整个武术文化的建立 我觉得未来的出土文献 可能会对这方面有一个新的认识都说不定 但未有新的出土文献的时候 我们不妨将这个注意力 就关注在我们现在见到的材料的时候 我们去想想究竟如此丰富的武术文化 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所以我们会发觉由于很多武术的书 都是散失的一个情况下 散日的情况下 所以基本上武术其实是被书写的 是被文化人所书写的 文化人在书写武术的时候 他会因应他所书写的焦点 他有不同的记录 好像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字里面 他有冰家这个概念 冰家是分为四个部份的 冰权谋、冰形势、冰阴阳和冰技巧 我们今天所说的武术 或者古代所说的武艺 其实就是属于技巧方面 我们会见到 技巧是包含了杂手足 即是我们所谓的权术的运动 便器械、兵器的使用和积机关 积机关的含义是什么呢 一个器械 即是说那个工具是有器械的 例如脑是器械 一个投石车 都是属于一个器械 所以我们会见到 武术在班固的知识分类的时候 它是属于技巧这一类 所以这个认识 是去到清代的时候 知识分类都是被原用的 去到孙子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在以兵篇 其实它有提到一个武术使用的形式 我们会见到 炸而杂之 先经而后击之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术语 叫做拼人 即是我们要用一些动作欺骗人 之后另外通过欺骗的方式 再去击打 这个就是武术使用的其中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我们到今时今日都会见到的 还有一条好玩的材料 就是宋代的一个《梦梁录》 里面就会说到 当时武术的一个和商业之间 或者是商业层面的一个呈现究竟是怎样的 为了去吸引人去看 因为越多人看 打赏就会越多 所以它会先找女性去打个套路 吸引观众 然后再去表演 我们会见到 在武术的一个主体的书籍是散日的情况下 古代有没有武术史的一个记载呢? 有 它是被不同的文化人所书写 因为他们书写的焦点有不同 所以他们对于武术的形式都是不同的 但呈现的同一个情况是怎样呢? 相当之零散和分散的 这点在旁边这一本书的作者 其实他都有提过 这个是西方去研究中国武术史 我觉得是相当之有趣的一个著作 他在他的序言里面有说到 中国武术史是挺难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古代的书是散日了 但是是否不能写呢? 不是 我们是可以使用周边的一个材料 包括文化人、诗词等等 我们去理解到 中国古代武术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 所以总括来说我们会看到的 文化人会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书写的出发点 而他对武术是有书写 但是他们对武术的关注是否这么高呢? 似乎并不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其实在我们文国的时候出版的第一本国术史 就是说去书写我们中国武术历史的著作里面 其实已经是提到这个情况了 我们近代以来第一本书写的中国武术史的著作 就是李晨映这一本书 他们就会说到 中国武术史的一个材料 正史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莫可考证 其实是难以书写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第一代他们去书写 我们中国武术史的历史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发觉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就是说中国武术的历史文献的记载 其实是相当之少 而且是呈现一个分散的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和文化人对于武术的理解是有关系的 所以有一条很好玩的材料 就是刚刚讲过 中国古代其实是有武术史的著作 只不过是散日了 但是有没有一些可以幸存保留呢? 有 其中一本就是这本《角力记》 《角力记》的作者是条路纸 我相信这个是笔名 他书写《角力记》的一个时候 他在一个序言里面 他有一个自问自答的一个方式 我们会看到其中两条是相当之有趣的 怎么这么说呢? 他都有一个自问自答的方式 他会去点出了这本书面世之后 将会去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其中一个 《圣人所不言,指何须有述也》 第二个,《指述此,岂非斯文之类语》 他说意思是什么? 大约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写和武术有关? 这些事情圣人都不说 以及都不是文化人应该要留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 从这本这么有限的一个 可以幸存到我们见到的 中国古代武术文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大约去猜想到 中国武术在古代的处境究竟是怎样 因为他 可以难听些说一句 就是不被重视 如果比较好听些说 他是相当边缘化的 因为文化人根本觉得这件事和道是无关 和他的一个关围都不是那么大 那为什么我还要花这么多气力 去书写有关武术史的事情呢? 所以到了清代的时候 有一个文化人 他自己也是参与武术的一个锻炼中 叫做五书 他为他的老师石敬岩 去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会提到 那为什么有关中国古代武术技的书写会这么有限呢? 第一 精于昌者大抵无民 就是说 教武术的人 他未必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和心力去写书 而尤其关键是什么呢? 文章家莫惑留意于小忌 就是说武艺其实是一个忌 那和文化人他本身一个很大的关怀 似乎是相当之有一个距离的 所以这两条资料就足以去令我们去明白到 为什么中国武术的一个史料 为什么是这么灵散的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他本身在整个文化人的关怀里面 其实他是一个很边缘化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再翻过来看的时候 我们今时今日有的形象就是说武术文化 它是集很多不同元素的一个综合体 其实是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呢? 如果武术真的承载着一个很高远的理念的时候 为什么无论是文化人也好 或者去参与武术连接的文人也好 他会作出这种感叹呢? 所以综合这些材料我就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这些不同的元素 其实是慢慢逐渐走进了中国武术的一个世界 讨论到这里了 很多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去拆解整个中国武术文化呢? 你似乎好像在解构整件事 是不是要说中国武术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这样的 不是 其实我不是要去解构中国武术文化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是要说的是什么呢? 中国武术的文化其实它是不断的积累 所以我这里借用两个文学学者的老前辈的一个意见 第一个是顾杰刚先生 他的最主要的一个运动 就是和古史变系有关系的陈类地造成的古史说 里面他讲到他的一个讨论这方面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 他不是要讨论古史的真相 他是要去讲究什么呢? 就是古代历史它怎样的演变 所谓的流变 所以他在一篇文章提到他自己对古代史的观点的时候 他就说了 不立一真 为穷流变 所以我的一个讨论 就并不是要讨论真和假的问题 我都不是要否定之前 讨论有关中国武术文化的一个研究 并不是 我都是不立一真 为穷流变 是希望去观察中国武术的一个转变和发展 这种转变和发展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和陈牧先生的观念是有关系的 陈牧先生对我的一个学术人生的影响 其实是真的非常大的 将来有机会 如果是有相关的课题 我可以再跟大家去分享 或者我可否先讲一点 就是为什么我说陈牧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呢? 因为我是发梦见过陈牧先生 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以前考A级程度的时候 考完中国历史 我觉得自己考得很差 那一晚就发梦见到陈牧先生 陈牧先生就安慰我 放心不要担心 没错 所以陈牧先生对我的一个生命的影响 其实是相当之大 所以陈牧先生的一个史学的理念 其中一个就是每转益进 他在说什么呢? 其实他在说一个学术的一个生命 其实是充满一个变化的 所以他在诸子学术提纲 他是骗要他讲了余学的一个变迁 这个变迁是什么呢? 我们会知道的 先秦余学和两汉余学是有少少不一样的 去到两汉到毅进 或者去到徐堂 去到宋明的一个时候 其实会展现不同的形态 但是为什么他都叫余学呢? 就是因为他可以保持余学的核心 但是他有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和时代之间的互动 尝试去为余学去注入一个新的生命力 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武术世界的生成呢? 就是说其实武术不是不变的 其实他不停在变着 他的变正正是他和时代之间的互动 尝试去注入一个新的生命力 在武术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古代武术发展 他不是鸭苗助长 同时他都不是故步自封 他是会和周边的一些不同的文化 甚至从本国的文化 是会出现一个新的调整 一个调色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会采用了每转益进这个观点 去讨论有关武术史 所以我这个武术世界的生成 并不是要打破解构中国武术文化 不是,我是希望他指出中国武术文化 其实他是一个流动的文化 是不停是一个转变 转变其实就是加强他的一个新的元素 希望他增加他的一个生命力 关键就是我们不是变和不变的问题 我们是怎样变和如何变的一个问题 所以下一个情况就是 既然也是要变 问题就是本意和延伸意之间的问题 我们是要变 但是怎么变呢? 我们变完之后 如果是和武术的本意出现了一个背反的时候 那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变的时候可以保留了武术本身的本意的话 这种转变其实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希望他点出我今天的讨论 就不是要去解构去拆解中国武术文化 而是希望他点出中国文化武术文化的活力 就是本身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 是不停会出现一个调色的 对不起 我讲了第一个部分 其实原来已经讲了这么久了 我尝试努力去讲这个部分 就是有关中国武术世界的生成 是什么时候出现和宗教经验 一个灵性的经验 德性修养和一个民族国家是有关的 我认为在明清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代 在明清的武术文献 我们以武术文献作为一个中心去讨论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很丰富多致的文化体系 第一就是武术的一个使用 它是和军事有关系 这个也是符合我们中国传统 对于武术的一个定义 是属于兵家的技巧的一类 所以武术是和军事的活动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明清两代的武术文献 我们会看到武术是和军事 是会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联系 它会说到究竟武术的招式武艺的一个使用的情况是如何 好像这条材料程中游的单刀法选里面 我常常说这条材料 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这个动作 这个使用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你我拔刀势 你拔我刀我拔你刀 为什么呢 它是假设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危急的时候 如果我们拔不出自己的刀 我可以借我队友的刀 所以他们其中一个练的一个招式 一个使用就叫做你我拔刀势 我们会在明清的武术文献 就会看到一大批珍贵的材料 就会说到武术的使用究竟它的作用是如何 而同时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军类武术这么大呢 我们尝试将武术去区分 一般分为两个范畴 一个是使用军事方面 我们会叫做军类武术 另一个是会在民间的呈现 我们会叫做民间武术 为什么军事武术这么大呢 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招式是可以使用 第二 体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斥计光将军》的《几后新书》里面 就说得非常清楚 《斥计光将军》是一个很佩服的古人 这本《几后新书》 我觉得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军事著作 是一个很有典范的意义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是工作的关系 我曾经是比较多时间去接触军书这方面的文献材料 我们可以数一下 由先秦到清代的一个时候 由孙子兵法到吴子兵法 去到三略 再去到杖腕 再去到唐利文队 或者再去到功成纪 去到明代的一个时候 《斥计光》的《几后新书》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特别呢 因为它的仔细程度是很高的 它真的很详细去记载了练兵时候的一个程序 和步骤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为什么军类武术这么大德呢 除了它的招式是有一个实用价值之外 体能是不可划决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几后新书》这个篇章里面就讲到 第一我们要练兵 练什么呢 体能 但是不能练得太克服 所以我们的这个斥计光将军就称为练兵之力 我们是要练兵 但是不能这么克服 慢慢去调整士兵整个身体的素质 平时练兵的时候是要怎样练呢 负重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所以兵器使用是要使用重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练手之力 之后另外它们的一个重甲 都是要负重练习的 就是练身之力 还有是要练跑步的 所以就是练足之力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军类武术为什么这么打得呢 除了一个招式是有一个实际的用途之外 其实不能忽略的 就是背后的体能 我有一个朋友他当兵 他跟我说他当兵是要接受军事训练 以及要有体能训练的 他很有趣的 他跟我说他觉得他最好打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大量的一个体能训练是需要去做的 那么他就跟我说他的观念是什么呢 技巧是需要配合体能而发挥的 那么我听到这个观念之后 我再看回戚将军的技巧申书 哇 厉害 原来戚继将军 他本身的一个理想构造就是这样的 我们要练招式和我们同事要练体能 那么最难的地方是哪里 我们会见到技巧申书细致的情况 就是他会有所谓的败势 因为一支军队他不会长期处于一个优势 那么他可能会有败势的情况 败势落于下风的时候究竟怎样做呢 那么这个部分 原来戚继光将军在平时练兵的时候 都已经练到的了 那么他有两个篇章 就是长兵短用和短兵长用说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呢 就是所谓长兵 即是长兵器 长兵器的优势就是长距离的 那么万一敌人是从长距离突破了到中距离近距离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弃枪而徒 是不是 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如果我真的拿着长兵器的时候 对方已经切入了我去的一个中距离和短距离的时候 我怎么去自保呢 所以我们会见到戚继光将军的《纪校生书》 他的一个具体和细致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戚继光之前没有戚继光 戚继光之后其实也没有戚继光 他依然将整个军事训练 他讲得这么细致的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从名称的武术文言 我们会见到 武术是和军事一定会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他会发挥作用呢 和整个训练的构想 是会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的 那么另外一部分 他有怎样的呈现呢 就是我首先就会说 和宗教经验为什么会有关系 那么我这里的焦点 并不是说宗教组继的武术活动 因为这些武术活动一直都存在 包括少林寺上面的石碑 其实也有记载过少林寺里面的一个练武活动 所以宗教组继是有练武活动一定会存在的 那么我这里的焦点是 是怎么样呢 就是武术的经验 什么时候会和宗教的经验 就是刚刚我所说的 灵性的经验是有关系的 那么明清两代的武术著作 亦都是得到一个初步的一个呈现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文献 是相当于有趣的 就是程中游的少林郡达图说 里面是讲到一个概念的 金尊公权者肉屎棍同登彼岸也 彼岸是一个佛教的含义 我们知道 佛教是分为此岸世界和彼岸的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达到彼岸的一个世界 进入佛教的领域 所以程中游这篇文献 我觉得很关的地方它又点出了 原来武术的锻炼 其实是可以进入了宗教所追求的一个领域 那么除了程中游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是有这种想法呢 有明代的北昆 那么它有一本书叫做《混原剑经》 那么它这本书其实是有手抄本的 那么现在这个手抄本在哪里呢 就是在北京图书馆的 那么我都还没见过 那么希望将来是有机会可以去查阅的 那么现在呢 去流行的版本呢 是一个经过一个学者整理之后 流出的一个版本来的 那么在北昆的《混原剑经》那里 那里很开宗明意是说到 我们连剑其实可以去到什么程度呢 是可以比美天先地先 即是可以进入了一个 道教追求的一个境界 那么我们会见到明清良代的一个文献 是呈现了练武 其实它除了得到一个武术经验之外 还可以得到一个宗教的一个经验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要问什么呢 那么程中游和北昆有什么不同呢 是吧 程中游呢 其实它是讲出这个理念 它没有好系统的说明 它在它的少林分法图说 就还没有很详细去有一个解释 但是北昆这本《混原剑经》 就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 为什么我们连剑就会和成仙有关系呢 第一要有招式的练习 还有我们是见到的人 除了去练习招式之外 我们是需要和奏和负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些不同的元素交错的训练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境界 它的描述是怎样的 新剑皆原而度发适避 那么可以说了 北昆它的一个背景是怎样的呢 有关它的记录是很少的 但是我们是相信它和一个道教背景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的一个推断可能是怎样呢 它北昆可能是将它自己的宗教追求 就是通过一个武术的形式 两者之间的一个结合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可以说是一个打造 或者是一个发明 就是可以全息到一个剑术的锻炼 原来其实是可以汇通至一个道教追求的一个领域 它里面的篇章其实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叫做《器官周身法》 我们经常说练功夫要练戏 对不对 练功夫要练戏 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呈现呢 都是名称武术的一个著作 就开始呈现了 武术要练戏 这种戏的含义 其实是很多元化的 其中一个含义 如果我们在北昆的文件里面 其实它和一个道教的含义是有关系 所以我们练剑的时候因为要练戏 而这个戏就是和道教的含义是有关系 所以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形式 进入了一个道教的领域 所以它里面《器官周身法》里面说 你长时间的训练功夫到此可为通真 你就可以涵接到道教去追求那个领域 这是道教的宗教经验 有没有佛教的宗教经验 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献 也是我们经常在小说或电视剧都会听到的 就是《易根经》 易根经可不可以算是一个武术文献 我觉得也是可以再讨论 易根经更多我觉得是一个身体锻炼的方式 它有一个篇章里面说到内脏神用 就是说如果你按照易根经的锻炼的时候 你可以改变你的身体素质 尤其是可以加强自己的气力体力 所以你去练习到一定的层次之后 它形容就是骨中伸出神力 九九加功 之后你的身体就会硬如铁石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易根经它的一个理念是什么 通过身体的锻炼之后 我们是可以进入先佛的一个追求的一个领域 那什么时候易根经等同于少林权术呢 因为易根经出现之后 它作为一个身体的锻炼方式 其实也是挺受欢迎的 在清代的时候有一个文化人叫做王祖元 他有一本书叫做《内公图说》 我没记错的话 其实就是易根经的不同版本 所以易根经去到清代的流传 它有不同的版本 也有不同的名字 所以这种身体训练的一个方式 其实是一直都会存在 而且也是挺受欢迎的 那什么时候它是直接等同于少林权术呢 就是旁边这本书 《少林权术精义》 这个就是清末之后 应该有没有记错 是文国时候出版的一本书 其实它本书里面就是易根经 但它的封面是什么呢 《少林权术精义》 所以易根经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等同了少林权术 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们从这两个文献 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在明清两代的时候 一个剑术的训练和身体的锻炼 其实它具有一个宗教的含义 通过这两种形式 我们是可以进入去 道教和佛教追求的一个领域 所以中国武术的世界 开始和宗教的经验出现一个联系 我觉得这两本是一个很关键的文献 下一步 什么时候开始系统的论述呢 就要去到大约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机会的时候 可能将来再和大家说 另外一个元素就是刚刚说过 民族国家 究竟武术 什么时候有个概念 我们是练武用来保家为国 明清两代的武术著作 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一种理念 这一本 其中一本就是刚刚提过的著作 就是程中游的《少林郡法图说》 它里面解释到 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一本书呢 程中游提出他的一个看法 就是希望他写这本书之后 其他人看到之后 以壮干成静僵瑜 就是希望每个人拿着他写这本书之后 看完学习武艺之后 我是用来保卫国家的 我来对抗入侵的一个敌人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第二个原因 就是要把他本身学习的一个武艺 是可以发扬光大 这里我们会见到 武术的训练是与国家有关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呈现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文献就是《丹刀谱》 这是清代时的文献 在宫廷里面的一个武术材料 是很有趣的 传说是一些示威去集练的一个武艺 他在这本文献里面 他提到 我们为何要练武呢 互为国家 我们练武就是要保卫国家 所以我们会见到 明清两代文献的一个时候 练武和国家有关联 这一个构想 其实是开始出现一个浮现 更加系统说明 等会会用一个案例去跟大家讲 这个案例就是陈欣的陈士大军图说 第三个就是有关德性修养 武术和德性修养的一个联系 在明清的一个时候是如何呈现 好像我之前也说 我们一说武术和德性修养有关 马上就会联想到孔子 但我们知道孔子的蛇 其实是以蛇观德 即是说我们是观察一个人的一个德性 即是说他的构想是什么 就是跟一个古代的蛇礼有关系 他们希望是什么 一个人他本身的修养是非常好 我是通过蛇去展现我本身的一个德性 所以刚刚就问各位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可以重新去到先询的时候 访问孔子的时候 我们问孔子 如果我的道德是想提高的话 孔子会叫我们去射箭还是去看书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答案 但我们会看到明清两代的一个文献的时候 其实他对习武者是有一个得行的要求 好像刚刚提过的北昆的《魂元剑经》 就说如果你要学习武艺的话 第一无忌心、无斗心、无厌心 是对一个习宴者是有一个得性的要求的 到清代现在的时候 好像《长士武记书》 《学犬而以德行为先》 都是要重视一个德行 这是一个外在的规范 但是这种外在的规范 是不是等同说 武术是可以打造成一个培养得性的方法呢 因为这种技艺的学习是要求学艺者的品德 并不是只是出现在武术的 我们会看到医术或者风水 或者其他不同的一个技艺 都是对这些学艺者 是会有一个得性的要求 品德上的一个要求 就好像中医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大医精神 就是我们希望有所谓医德 那我们可否由此而推论到 学习医术就是培养得性呢 行不行呢 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学习风水是否又是培养得性呢 那我认为可以的话 那当然是可以 但我发觉一个很有趣的材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清代的时候一个手抄本 七疾八证 七疾八证是一个手抄本的文献 是在这几年被整理出来的 那如果大家对中国武术史的文献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意一个出版社 就是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它是专门去修辑这方面的文献的 七疾八证呢 其实是和认意和心意权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会看到 刚刚上面那两条材料是说 对一个习艺者的道德的要求 刚刚我说过 对于习艺者 七疾八证 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它是说什么呢 这个是涉及了我们中国武术的 心意权和刑意权的一个问题 那心意和刑意权之间的讨论是 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 那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哪里呢 就是这本书它表述的 为何连拳和道德是有关系的 那七疾八证也说到 基本上是有五行权的劈崩转爬横的 那这五行权 就是和五行有关系 这五行有对应其五个不同的状态 那所以 就是会看到 我将这个是表列出来在PPT上面的 那这本书非常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同的状态 又是对应不同的德性 心人干义废礼 甚至疲信 所以换句话来说 理念匹拳 匹拳属金 金对废是好的 以及金对应是什么呢 理念匹拳的时候 除了是锻炼我们所谓的肺的状态之外 你还在提供自己的一个德性的修养 其中一个就是理念的部分 好了 崩拳是属木的 之后它对应的状态是肝 那木所对应的一个德性的一个含义 我们看到就是二 所以你练崩拳的时候 除了可以得到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锻炼之外 以及你可以得到一个是什么 德性修养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会看到 由这一条材料 我就会看到 就是如何去打造武术 和德性之间的修养 就开始有一个回通的一个情况 五行的一个学说 就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从比较简单去说 就是明清两代的武术文献 我们会看到 武术的世界是开始以武术文献作为主体 它们是开始吸纳其他不同的元素 将武术汇通了一个宗教方面的一个经验 德性的修养 以及作为一个保护国家的一个方式 这些不同的一个元素走入了武术的世界 就开始展开了 就是我们这么丰富的 中国武术文化的一个内涵意义 所以本身我就会觉得 其实中国武术的文化 为什么这么丰富呢 其实它是不断的吸收不同的一个元素 而这些元素被吸收的时候 其实正正就是赋予武术不同的意义 希望在新时代下 赋予它们不同的一个功能 所以是有不同的打造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究竟有什么概念是尤其关键呢 我觉得戏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关键的 因为刚刚之前也提到 我们都会有一个听说的一个俗语或者言语 练武而不练气不鼻 这个练气在名称武术的文献里面 我们会看到有相当不同的一个定义 有一些跟宇宙含义是没有关系的 有一个例子我没有记错是唐信之的 其实他的文献里面都会讲到气 但这个气跟五行或者宇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他讲的是什么呢 两个兵器的时候接触的一个时候 就是唐信之会使用气的其中一个含义 在气在名称的武术文献 它是慢慢被丰富的 其中一个具有一个道教的含义 就是刚刚北昏的《混元兼经》 长乃洲也在他的主作里面提出了宗戏这个概念 宗戏是等同些什么呢 就是他讲到先经的元阳 医者所谓的元气 所以在长乃洲里面他赋予气的含义是什么呢 具有道教的含义 以及具有医家的一个含义 去到再迟一点的孙六堂前辈太极拳学 他讲什么呢 我们练太极拳是要练气的 练的气是什么气呢 耗然之气 德性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会见到 明清两代的一个时候 其实武术气的世界就逐渐形成了 而这个形成的时候 其实它是吸纳了很多不同知识体系当中的气 由此我们中国武术的所谓的年气的一个层次 就是越来越丰富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大会和各位分享了 基于一个武术文献为中心去看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武术和宗教和德性和国家有关的这种建构 其实明清两代是一个相当之关键的一个时候 有没有一个机会是其实在明清两代之前已经有这种建构呢 绝对有可能 所以我有一句 新文献出现可能会呈现更加多的历史面貌 可能有新文献出现的时候 原来武术和国家之间的一个交涉 其实原来是更加做这个构想已经出现了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根据明清我们现在见到的一个文献 尝试以武术文献为主体去看这件事情 武术的一个世界如何去吸纳了不同的元素 要我再重申一次 我不是要解构武术文化并不是 而是要讲武术文化 其实它的生命力就是不断地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所以这个就会逐渐去形成我们很丰富的武术文化 好 去到最后一个部分 希望都可以说得到的 就是刚刚那三个课题 就是武术和宗教经验 德性修约和民族国家 我最近比较看得多的材料是关于民族国家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会焦点跟大家去讲 在近代以来 武术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建构究竟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会讲到 为什么武术在近代会被受关注呢 和上武思潮是有关系的 这是出于我们近代所谓的国难的一个原因 我们有一个亡国的危机感的一个时候 我们变成很关注我们的一个身体 我们希望去改变国民的身体的时候 打造一个新的国民 和我们是可以去救国的 所以我们知道晚清以后 是出现一个所谓的上武的一个思潮 而整个上武思潮的一个时候 就令到武术受到关注 在这个上武思潮形成的时候 有哪几个焦点的一个文化人 我们是值得留意的 第一一定是梁荫公先生的 因为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中国之武士道》 很明显这个《中国之武士道》 其实是借日本武士道的一个概念 希望我们通过《中国之武士道》 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国民 和国家的一个意念 但是梁荫公先生 他又没有好系统去讲 我们怎样真的具体通过武术 去打造一个国民和国家的一个认识呢 似乎有味的 所以我觉得 要去真是理论上面 去建构一套论说 我们《念武》是要和国家民族有关的 这个系统的说法 其实武者的一个论述 它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贡献的 另外值得留意一个人物就是 当然一定是孙中山先生的 为什么呢 这篇文章我相信大家都会听我 就是《征武本纪罪》 《征武本纪罪》里面就是讲到 《征武》是和强总保国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 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这么重要呢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领袖 所以 基本上 孙中山先生的态度 其实是令到很多人都关注了武术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民国时候出版的武术书籍 我们经常都会看到 《总理维俗》 《总理维教》 《尚武精神》 孙中山为什么会关注武术呢 就是因为他认为武术是可以作为一个强总保国的方法 这点除了一个军政人物的一个形式之外 文化人也会有的 例如是谁呢 唐文智先生 通常我说唐文智先生 很多人都会没听过 通常都会听过什么呢 唐文智 但唐文智就不同唐文智 唐文智先生 他是主持过两个很重要的学校 一个就是今天的交通大学 另外一个就是《无石国尊》 唐文智先生 他是很赞成推动武术的一个发展 所以他在交通大学的时候 协助成立了一个国术部 也算是当时在中国首批 在大学里面 是从事一个武术训练的一个兴趣班 之后去到《无石国尊》的时候 他的课程表列的时候 其中一个选修课就是国术 当时在《无石国尊》教国术的老先生 叫做侯敬瑜 侯敬瑜老先生出了一本书 叫做《国术进化概论》 所以唐文智先生为了这本书 写了一篇罪言 同时在这篇罪言 我们会看到 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唐文智先生 为什么他觉得武术有意义呢 就是因为他一个方法 可以达到保身、保国、保民族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在整个晚清之后的一个上武思潮的情况下 文化人和军政人物 其实对武术是一个很大的关注 令到武术的发展出现一个新的契机 第一个契机是什么呢 武者的形象是被重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正如刚刚《无术》所说的 武术基本在古代 武术已经被人写得少了 武者更加是少被人去记录 但是这种情况去到晚清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这个目录就是刚刚所说的 上武的思潮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由这个关系下 武者就开始被受关注 所以其中一个在文学时候 推动武术的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张之光先生 他说出了以前武者处于边缘化的一个状态 就是社会上流的人物 对武者是不屑一顾的 我们从这句说话也可以看到 武术以前在古代的地位究竟是怎样的 但是在上武思潮下 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去关注武术 甚至乎武者就开始被打造 成为一个新的符号 这个符号是和什么有关呢 就是和国家和民族有关系 所以近代以来 有没有一些著作是专门讲武者的生平 就是我以下所说的这两本书 第一本书出版比较早 就是杨明尔这本《近今不方见者传》 里面是讲到一个武者的生平事迹 而这些事迹是会和保家慰国有关系 好像八卦掌的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传承者 程庭华 他的生平是和慰国死敌有关系 杨班侯 杨士泰权的其中一个传人 他里面是会讲到什么呢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他里面在描述 就说亡国之痛 心中于心 有父清主黄玄山之风 他里面杨明尔是如何记载杨班侯的一个事迹 就说杨班侯去教满洲的贵族的时候 正是教游的 不教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满洲人是外族 我不可以将整套太极权 教给他们 所以我们指教游 不教江的 这是杨明尔在这个书籍里面提到的情况 所以杨班侯这个教权是选择性去教 背后是什么呢 民族主义的一个意识 还有就是孙六堂先生 他也提到 为什么孙六堂先生要出书呢 就是因为要打造武学 成为一个身心盛名的一个方法 所以作为第一本去讲近代武者的一本书 新平 很明显我们会看到 他专门是写些什么呢 一个武者和国家民族意识有关的一个事迹 所以我们会看到以前的武术 或者武者是不被书写不被记罪的 但是近代因为是上武思潮底下 而成为一个被关注的对象 而同时武者的形象是得到一个被重塑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近《金不方见者传》之后 就是《金恩宗》这本《国术明人6》 它里面说了 开宗明义说 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呢 就是要发扬前辈的武德 希望每个人看到这些武者的事迹之后 它是有一个总强国保卫国家的观念 所以为什么杨明义或者金恩宗 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要回到整个时代物乐去讲 他要为武术去树立一个新的形象 因为在晚清之后 其实武术的形象其实有很多 我觉得是 其中一种就不是那么理想的形象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这一条材料 就是陈独秀有一篇文章 在《黑林得碑》那边有讲过 因为当时近代推动武术 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人物 就是马良 他推动的武术 就是中华新武术 我们可以看到 陈独秀对中华新武术推动的时候 他的意见看法是什么呢 是和疑和团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知道疑和团在近代 是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看到 当时武术的形象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 至少在某些知识人的眼光里面 其实他不是和怪力乱神的疑和团 一模一样 怎样我们还要去推动武术呢 所以这种看法 陈独秀不是特例来的 还有一个鲁信先生也是 鲁信先生也是批评当时在文国时 我们怎样要重新再推动武术呢 这些都是一个所谓的玄学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部分 当时武术给人的一种印象 另外一种印象是什么 就和小说有关系 在《金恩宗》刚刚提过的人物 他在《国术名人录》里面看到 为什么他要写这一本书 其中一个原因他就是不满 对什么人不满呢 文学家的记载 小说家的演述不满 认为他入里面所书写的武者的事迹 都是什么 不经之谈难以征迅 所以从这些文献我们会看到 晚清以后的一个武者的形象 其实是很多样化的 有一种觉得是落后的一个含义 亦都是有一个虚扣的含义 这种虚扣的含义 是和小说家的一个塑造有关系 所以杨明仪和金恩宗尝试要去剪辑 其实武者的印象 并不是好像陈独秀和小说家所说的 是这样的 其实武者是和一个外国主义的精神 其实是一个很密切的联系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塑造武者一个外国的形象 所以如果我们将这种塑造 摆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这种打造 其实不单止只是武术界这样做 其实在不同的界别都有 就好像中华民族的这个概念 或者是皇帝的这个普系 其实都是在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要建构民族国家的一个时候 我们要通过不同的方式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通过人物的一个打造 所以在近代的一个常武的思潮之下 令到武术和武者被受关注 所以部分的一些文化人 包括杨明尔和金恩宗 他们都是有学武的 尤其是金恩宗他们都是有学武的 所以基于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个认识 尝试去塑造一个武者的一个新的一个形象 所以与他们的著作开始 我们会看到武者是会和什么价值是有关 强国强种、延族国粹、保民、保国 这些正面的和民族国家有关的一个元素的形象 是开始出现一个整合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说 对不起 这个时间不是很够 我说陈欣就可以了 我觉得陈欣是真的好值得说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一个武者形象的一个塑造 主要的一个塑造者是一个知识分子 或者知识分子 但是他有习武的一个群体的话 我们会不会去想一个问题 在这个打造的情况下 武者其实他会不会有一个主动权 尝试我们重新再解释练武 是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有关系呢 所以我这里就会以陈欣作一个案例去跟大家说 其实近代的一个武术和民族国家的一个论述形成的时候 除了文化人知识分子 他们有他们自己打造之外 其实武者和这个时代之间 亦都会见到呈现一种互动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里就以陈欣为例 陈欣在陈氏太极拳图说里面开宗明义是说的 练太极拳的功能是什么呢 很明显的 第一就是可以强壮均级 改善我们的身体 以及是可上可为国家预察扣 是可以保家为国的一个功能 但是关键如果我们这么看这种论述的话 他就和杨明义和金刚中一样 都是说武术就是和民族国家有关系 和保家为国有关 那就是一样 那武者他的特点在哪里呢 就是贯穿在整个连习武术的要点那里 所以我这里会举个例子 就是陈氏太极拳图说 我们经常有接触太极拳的同道 我们都知道陈氏太极拳是讲求前师径 所以前师我们会在陈欣的陈氏太极拳图说 我们会见到他赋予了一个含义 这个含义是和变化气质有关系 就是宋明义学的变化气质有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看旁边的图 这个图就是我在陈氏太极拳图说那里折取出来的 这个就是在《太极拳前师征图》里面 其实是讲的 我们要培养什么 浩然之气 可以克服我们的一个血气 最后来我们是得到一个理想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会见到陈欣的陈氏太极拳图说里面 武术所练的气其实是有两种含义 一就是本身我们有个身体能量的含义 第二就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 我们只要经过合理的运动方式 就是所谓前师的运动方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本身生命的能量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的德性亦都可以得到提高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就会讲到 你练太极拳练得好 你的状态是什么 外面形跡必带如雅风气 因为这是一个身心改造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一个道德理性 是越来越提高的一个时候 他下一个程序是什么 所以希望将这个道德理性 我们自己培养 通过武术培养的道德理性 可以转化成为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的一个行为 所以其中一个合理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保家慰国的一个含义 所以其实陈士泰的团圆图说里面的理论的一个建构 宋明理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经常说武术是和道家理念 道教是有关系和佛教是有关系 没错 确实是 但其实我们会看到 现在在整个武术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时候 其实都是充当一个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会看到陈士泰极图说里面的建构 基本上就是宋明理学的一个理念 所以如果我们再看陈士泰极图说 他里面是会讲到的 就是陈欣他自己讲的 就是他为什么会明白 就是所谓的太极权的练习是什么 因为他看完朱戏的书 朱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 就是我们去了解武术文化的生成的时候 其实余学尤其是理学 其实是发挥着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那陈欣是否一个特例呢 其实并不是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武术的大师 在民国时候 张战斐其实他也有同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说明 在张战斐在他的一个武术的一个著作里面 他也是提到戏这个概念 我们也是要练戏的 这个戏也是和陈欣一样 是有两个含义 一是生命的能量 二是得胜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合理的训练的一个方式 张战斐里面他有点出的 有八个不同的训练的一个要点 我们是要关注的 其中一个就是叫做提 只要我们通过合理的一个运动方式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能量得到提高 同时我们的得胜也得到提升 那我们得胜提升了之后 我们希望是外化成为我们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行为 其中一个行为是什么呢 如何去救国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本《盈义武术教科书》里面就会讲到 如果我是要去练武术练得对的话 一方面是可以收生 另外是可以怎么样 是帮助中华从若转强的 就是导出了一个希望通过武术 去打造一个民族国家 保家为国的一个陷意 所以在这个武术和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候 其实《盈义武术》是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的一个资源 所以去到民族国的时候 有其他一些文化人就会提到 如果我们的武术要发展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和哪一门学文作出涵接呢 这个就是当时其中一个文化人兼习武者的意见 《金一鸣》里面就讲过 《国术应以儒家为正宗》 为什么呢 因为儒学的忠勇尚武精神是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 是被道教、佛教、看破生死去到达一个彼岸世界 是更加适合当时的一个需要 所以我们会看到民族国家和武术的一个建构的时候 武者的一个建构的特点是在哪里呢 就是联系着一个很具体的习武的一个要点 从而去点出 只要我们跟着这些程序去练的一个时候 我们的一个身体是会得到改善 同时我们的德性是得到提高 德性提高之后 我们就好像应该是儒家文化那样 我们是要展开一些有益于民族国家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会认为 武术和民族国家是有关建立这个论述的时候 武者其实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及儒学其实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资源 在这个建构那里 好 多谢新海研究所给我这个机会 我可以和各位去分享有关这个课题 那就剩下时间 看看会不会有同到可以交流的一个问题 多谢 感谢刘博士 这么丰富的一个演讲 我感到是非常有兴趣的 很多问题我想提 是 是 不用了 好 我不记得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的印象 你刚才整个报告给我一个印象 就是说 这个每转进益 其实 武术的发展 武术的发展 和整个中国文化的演变是同步的 什么时候成 什么时候坏 什么时候坏 比如说 举个例子就是明清 出现了很多的注述 其实就是因为印刷述 因为这个现象 其实是普遍的现象 不仅是武术 武术 文学 音乐 琴棋书画 全部都在那时候才出现 给他一张纸 我有 即是说 武术的理论 和注述文献的出现 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而是一个 相当普遍的现象 再推出 武术理论的建构 我认为是困难的 即是他如果再进一步的建构 是困难的 为什么呢 他现在目前 你刚才所布固的那些 什么戏 阴阳 五行的那些理论 其实也是一个 放之四海 我们自己四海 九州之内 我不说国际 放之九州之内 而是有效的 因为阴阳理论 我们在文学 诗歌 音乐 甚至琴棋书画 都是借那套东西来用的 即是并不特殊 但如果你要把它建立到很精准 去解释武术呢 其实他比起音乐和医学的理论 还是比较粗糙的 你同意这个讲法 我这个观察 你同意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是同意的 即是当武术文化的一个形成的时候 他和阴阳五行的思想 开始结合的时候 其实可以说 怎么说呢 他的特色就是这里 他的局限其实也是在这里 他没有其他特色 这个就是中国特色 对不对 他不是日本特色 起码都 日本虽然也是过渡过去 我们所有的武术都已经衰败了 应该是这样说 战术没有了 战到去了韩国 剑到去了日本 我们根本剑和棍全部都没有了 武术本身已经是走下坡 这是一个困难 另一个困难就是功夫传承的困难 我们没有人习武 除了你之外 对不对 那学武的文人 他要去塑造一个新的武者的形象 他们很努力 但其实也是失败的 为什么呢 被其他人发达 譬如你比武 忽然间 五多年的比武 忽然间 便益了新武俠小说的出现 新武俠小说的出现 对不对 很神化 因为那时候 即是在江湖上 娱乐化 商业化 你现在看看 YouTube那些比武 有多稳定 是吗 普通常识 有常识的人 都不会被说服 武术功夫传承的 武术功夫传承本身 已经是失败 在全集上 是失败 如何建立武术的精神呢 很困难 现在在市场上 在市场上 比较健康的就是 运动化 实用上 比赛化 健身 养生 养生 还有 在解放军里面的自卫术 他说真的有武功的人 去解放军做的 而且很短距离近身的搏击 其他用不到 不用的 俄罗斯也不用的 全部与射程 近身搏击会用到自卫术 我也非常鼓励女同学多些学自卫术 積武 保护自己 这个在实用层面 还可以发展 其他 比较的印象是什么呢 黑社会 格斗 黑社会最厉害 他真是勇武 所以我觉得 中间来说 还是有一个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写文章 你可以继续做 即是如何塑造这个形象 用什么理论 还有余家 道家 其实都是假的 为什么呢 就是武者 为了要建立一个理论的时候 因为 少林子他们练武 他自自然而去用了 用了佛家的警戒 其实这个警戒的说法 不是一个去追求的 宗教警戒 而是借宗教警戒 来摆进武术警戒 这个本末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神仙道理一样 而且这也不是一个特殊现象 我们的诗歌理论都有 什么神品 什么仙品 都有 那只是借一套的理论 下来解释自己的技艺 你同意我观察吗 我说不了 是 你回答不了 多谢所长的一个问题 所长刚刚所说的一个问题 其实 我大部分都是同意的 其实是 因为这个每转亦进 或者武术世界生成 其实黑白报就是说到 不同的人 如何借用不同的资源 去进入武术的一个世界 所以正如刚刚所长所说 其实它是一个 相陷了不同的价值的一个取向 像道教也好 佛教也好 儒家也好 是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相陷了在武术世界 我觉得的确实是这样的 下一个问题 就是所长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武术的一个发展 究竟是怎样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 即使我个人的能力和一个看法 都是相当之有一个局限性的 以及里面牵涉及的一个问题 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现在这个直播 就是很难说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所长的问题 其实我绝大部分都是同意的 那武术的一个转型 传承 其实是一个相当之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反而是怎样呢 尝试不用一个效果 去评价这种转变 就是去点出我们的武术 其实不管它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好 其实它是尝试出现了一个转型 这个转型之后的去向究竟是一个好 还是一个局限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它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本身是希望可以说到唐豪和张之光先生 他们那种建构的一个意义 但很可惜 我觉得很远色的一件事 唐豪先生和张之光先生的意见 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主流 或者他们的一个转型出现了一个中断 中断了之后无以为计 我觉得是相当之可惜 是的 没错 除了可惜我也很难找到形容词 去形容这件事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可否做一个这样的总结 我们这个武术世界的生成 还可以继续发展 但这里中间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外在客观环境的因素 如果我们的中国文化精神是衰落的话 你这个武术世界的建构都不会轻盛 第二个是在实践上 由于我们整个武术的发展 不是纯粹是文人建设的 其实主要是 里面责入了很多民族化 不是国家民族的民族 而是通族的细 通族的细 细族的细 民族化的元素 还有民粹化的元素 民粹化就是出现了 愚和团 什么社会运动 这些东西 这个历来也是 推动武术的其中一个社会力量 文人从来不是主角 文人在理想上是可以不断建造 但是内在的武术的实践者和传承者 如果他们的品质是这么窄的话 你的武术世界始终 都脱离不了边缘化的命运 虽然你们做论文的人 做研究的人 在这里很有兴趣 你本身也很有兴趣 但在客观上 都是难有可为 这个是和文化命运 和文化精神的状态有关的 这是我的总结 可能和你唱了对台 但我希望你继续去塑造 继续去塑造 继续去传承你的功夫 所长的意见是非常好的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的确是事实 是知其不可以为之 希望是这样 是的 没错 在一个时代日大环境的一个转变 很难通过一两个人 其实是可以改变得到的 但至少希望可以 道理上说出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断地申承的 我们不会压苗阻掌 但是我们不会故步自封 我们应该去吸纳其他不同的元素 我觉得 这是要时间慢慢积累的 是的 非常感谢刘博士今天的报告 我们待会下场之后再继续切磋 好 多谢各位朋友的观看 请你们继续关注我们下一个月的人民讲座 多谢我们今天的报告到此